今天是平安夜 此时大部分的购物中心都已经打烊 不过白天还是有很多人 敢在圣诞节最后一刻购物 温柔泉报道 今天湾区的购物中心 虽然没有像两天前的疯狂 不过停车场还是十分拥挤 不少人敢在圣诞节前一天买礼物 跟圣诞老公公照相 也有义工提供免费包礼物 根据全国零售业统计 其实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是在最后一刻才买礼物 一些专门接送长者到医院的小巴 也在圣诞购物期间提供到购物中心的服务 根据统计圣诞节之前的超级星期六 销售额达到340亿 比黑色星期五还多出10% 主要原因包括就业机会增加 家庭可支配收入更多 都是让许多人在圣诞节购物季 花钱不手软的原因 由于湾区购物商场 汽车报窃不断频传 在这个购物季可以看到警车 还有私人巡逻车频繁的巡逻 商场内也有告示提醒购物者提高警觉 传统上明天西方购物中心全部休息一天 预计隔一天将迎来不少退货的民众 今年的感恩节到圣诞节 比往年真正少了六天 也因此零售业在促销方面也特别的慷慨 我是万洛泉 在这边先跟大家说一声 圣诞节快乐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可透过KTSF app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透过SBTV app或上网sbtv.ktsf.com收看